孩子在家里面呢 都在那边耍脾气 然后在外面都很乖 你的小朋友呢 有没有这样呢 在外面一个样 然后回家又是另外一个样 有没有在家里面啊 跟在学校呢 都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小朋友呢 如果有的话 赶快按下下面的所有的表情符号 让我知道有多少孩子呢 都是这样 在外面呢就是一个样 然后回家以后呢 那个脾气就是不像样 然后呢都会凶爸妈 对爸妈很凶哦 然后对妈妈呢大吼大叫 然后让你觉得 就他一直都是针对你 有吗?有没有这样子的呢? 有没有回家的时候脾气都是很坏的呢? 我们今天又回到了EQ跟情绪 为什么?因为最近太多的爸爸妈妈问我 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在学校里面老师都觉得说 很好啊一切都很棒啊 但是回家的时候妈妈说 有吗?回来的时候就开始 大脾气小脾气大爆发小爆发 然后一大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有没有呢?你家的孩子 是不是在家跟在学校里面都不一样呢? 如果你同意的 赶快按下下面的表情符号 而且让我知道有多少的 爸爸妈妈很关心这个议题 真的老师我家的真的 就是都不一样 有吗?有 有妈妈现场就已经有讲了 妮莫黄 应该黄妮莫吧 妈妈?你说老师在学 老师说女儿在学校里面 从来没有看过她生气 对啊你觉得不是你女儿对不对? 好很没礼貌 好来Vivi你说完全中到一个极致 对好那下午有妈妈讲 就是刘书莹妈妈说 对最近刚上中班很严重 很严重 然后呢Francis讲说 简直是奥斯卡影帝啊 在外面呢是完全相反 好然后 吴玉玲妈妈有问我说 是不是妈妈才比较好欺负啊? 是不是比较好欺负呢? 好现在又有妈妈讲说 回家的路上就已经开始在对 爸爸妈妈发脾气还有大呼小叫的 对啊然后 很多人都说 真的呢不能做过这一场直播 真的非常同意 孩子真的会这样 好现在已经有1400多位爸爸妈妈了 好我们等人多一点进来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解答 为什么?孩子怎么会这样子? 孩子怎么会在外面很乖 然后回家的时候脾气都很坏呢? 为什么会针对爸爸妈妈? 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针对爸爸妈妈呢? 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有时候呢 他针对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我真的很想要barray 我真的很想要揍下去 我真的 那我当然是劝你不可以啊 因为你要来了解原因 然后我今天呢 我今天的直播要教 一个心法跟五个步骤 你今天只要听懂了 这一个心法跟五个步骤了以后 你后面当孩子在对你 用情绪攻击的时候 用情绪这件事情呢 来 起欢啊 在那边 卤小小啊 然后在那边 每一天都让你都 已经快要理智线断掉啊 不管是任何种类的 你今天只要听懂 这一个心法跟五个步骤 你照着做 一定会有效 一定会有效 因为我们今天要把 我常常在临床上面练孩子EQ 的这样子一些方法跟步骤呢 我要分享给现在所有的爸爸妈妈听 现在已经有1900 快2000位爸爸妈妈了 好 来 林婷慧你说 老师说他很乖 然后妈妈直接白眼 是同一个人吗 对啊 然后有妈妈说是吃定 还有欺负妈妈 好 真的吗 好 来 张铭玄妈妈 你说真的 回家都让妈妈很生气 一直在对妈妈闹脾气 他很针对你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就是对妈妈生气 而且对妈妈很感 有没有 对妈妈很感 好 陈怡婷妈妈你说 老师好懂爸妈 我自己也是爸爸 所以他们也会对我生气 所以我就 我就一定很想要讨论这个议题 因为 第一个你们的网路留言太多了 你们的网路留言一直在 一直在问这一题 为什么 为什么回家的时候 就要开始生气呢 好 Emily说 吃爸爸妈妈吃狗狗 好 好像就是欺负的意思嘛 我等一下告诉你 到底是不是 好 那有妈妈说 他生气我也很想要对他生气 因为没办法 看到他那么 那么没礼貌 他用吼的 他觉得说 他很凶的 他很大声的 为什么你对别人都不会 你就偏偏一定要对我呢 好 2300位爸爸妈妈 你有没有发现是这样的 好 王一芬你说 真的对妈妈很感 有没有 我有没有说中呢 好 我有没有说中 好 在学校就一个样 回家以后就是另外一个样 好 所以很重要 你一定要来这个同温层 赶快来上课 因为这个同温层 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秘密 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方法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都来上课了 好 也有妈妈问到 我不知道你家的是不是这种 如果是你来留言一下 有妈妈问说 我家是在外面很坏 然后回家的时候倒是还好 也有 在外面很假笑的 也有 可是 我觉得很多的爸妈不能理解的是 上了学了以后 去了学校 不管你是幼幼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一年级 送去了以后呢 其实 应该是越来越听话才对啊 因为老师都有在教啊 对啊 可是回来了以后 怎么好像是很不像话一样 那样子的发脾气 而且脾气都很大 你同意吗 你同不同意 回来以后脾气都很大 然后呢 就非常非常凶 就非常非常凶 我今天 我今天先跟各位讲一个例子 我自己回来的时候 我也有一个例子 就是 就是小朋友就对我发脾气啊 然后讲话很大声很凶 干嘛啦 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不要啦 就在那边很凶很凶很凶 然后啊 我就问他 通常这种情绪 不太可能会勾得起我的情绪 为什么 因为 跟一个我们平常就有在被练有关 我们有很多孩子 都是有这种EQ跟情绪的问题 所以呢 当我的孩子是这种很凶的时候 干嘛啦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才不要的 我干嘛要听你的 这种 我不知道这种会不会把你激怒 我不知道这种会不会把你激怒 如果会的话 你自己按一下表情符号 然后也可以留言说 会会会 对 我听到这样我已经受不了了 因为 我整天上班下来 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 一开始接到他的时候 整路呢 然后到回家的时候 又要再听到他那边 不要 干嘛啦 那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自己要稍微再练一下下 啊通常这种都不太会引起我的情绪的反应 那我就问 我就 我就问孩子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你现在很凶吗 我就问孩子一个问题 你可以问问看哦 你明天就可以问哦 你把自己 你把这些笔记记下来 我就问孩子一个问题哦 我就说 你知道你现在对爸爸很凶吗 好 我的语气就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知道你对妈妈现在很凶吗 好 然后 你知道孩子回答什么吗 孩子回答说 我不知道 我哪有 我哪有很凶 对啊 好 所以 这个其实 在跟孩子的对话中间 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 一个 很好玩的一点 他们在发现这些情绪的时候 不管是在骂爸爸骂妈妈 凶爸爸凶妈妈 甚至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小小孩会打爸爸打妈妈的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你很不想要用揍的 你很不想要用揍的 你必须要进来听一下直播 好 就是 就是让你 没有 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教 你会 你会想要知道说 他这么没礼貌 然后这样子对妈妈生气 然后我忙了一整天 他还这样子 我真的很想要揍下去 如果你不想要用揍的 你赶快进来听 我等下要教一个心法 跟五个步骤 你知道这个一个心法 跟五个步骤了以后 我告诉你 你后面会很好教 因为你过去的顺序都不对 好 我不是说你没有在教 在这边这么多爸爸妈妈 我们的粉砖 我觉得大家可以给我们掌声鼓励鼓励一下 虽然我听不到你的掌声 我们的粉砖已经破一百万人追踪了 一百万 各位辛苦你们了 你们一直这样子跟下来 我不知道这边能帮助到你多少 所以我每一次都教一点点东西 都跟你沟通一点点东西 或许是我的经验 或许是我们上课的方法 或许是我们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每一个礼拜都帮各位加零点一分 上了一百集以后也加了十分呢 你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你的教养加了十分以上呢 如果有的话 请给我们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 好 那 孩子的反应其实是在教我们大人怎么样做父母 如果你认同这句话你可以留下来 孩子的反应跟孩子的行为 都在教我们如何当父母 你看我再回到那一 我刚才那个例子 我问孩子说 你知道你刚才对爸爸很凶吗 你知道你刚才对妈妈很凶吗 他回答 不知道 有吗 我哪有很凶 好 你要先相信孩子 你不要跟他争辩 你如果跟他讲说 有啊 你那么大声就是很凶啊 你怎么那么没礼貌啊 对啊 为什么我要让你这样子 好 那你错了 那你就错了 我要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 他觉得他没有很凶 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觉察到 他自己正在讲出 攻击爸爸妈妈的语言跟行为 我再讲一次 孩子还小 他的EQ还没有成熟 所以呢 他讲出了这些 攻击的这些语言 或者是这些 这些话语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在攻击妈妈 就连他讲说 我最讨厌妈妈了 我已经 这是第二集 第二次跟各位讨论这句话 你有听过 我最讨厌妈妈了 的这句话呢 不管你要留言 你要按表情符号 随便你 你就尽量按吧 有的请你就按下去 你就留言吧 你就会发现真的很多人都有听过 我最讨厌妈妈了 好 但是听到我最讨厌妈妈的这句话的时候 这是一个攻击语言 你会有情绪 人都会有情绪 除非你真的每天都在修炼 好 那 那 当你听到说我最讨厌妈妈的这句话的时候 你要先想到一件事情 他根本不知道他在攻击你 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凶你 所以你要教他 所以你要教他 而不是直接告诉他说 我也最讨厌你了 对啊 而不是直接告诉他说 你可以这样讲吗 这我没礼貌 你是什么态度啊 这个我在之前青少年的那一集 我也有讲过类似的 但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是小 比较小的小朋友 今天讲的大概是 我觉得七岁以前 七八岁以前都可以试用 好 我之前在青少年那一集里面我就讲了 你是什么态度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妈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等等的 好 你没有教到他 有多少人会这样讲 我觉得在这边 我觉得大家就是来告诫吧 有就 没关系 反正就是重新学 没有人是天生的父母 我常常这样讲 没有人是天生的父母 我自己也在学啊 我今天也才听到 我的孩子 明明在对我凶 结果 他跟我讲说 我哪有 我没有凶 我哪有大声 好OK 那我如果选择相信他的话 那我就必须要去想一件事情 啊 这个孩子真的 在情绪当下的时候 都不知道自己的情绪程度 已经是超过了 都不知道他口无遮拦了 都不知道他的程度已经 让人家很不高兴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必须要自己先 压抑住 不可以再攻击回去 因为我如果 孩子一个情绪来的时候 我又攻击回去的时候 我其实是在让他模仿我 我其实是在让他模仿我 我们怎么会 喜欢孩子模仿我们自己的坏脾气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交错 三千九百位爸爸妈妈 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呢 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所以 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部分 再来 接下来你需要知道一个心法 今天在讨论这一集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孩子心里面在想什么 好 很多人不知道孩子心里面在想什么 你就会用很直觉的方式呢 去教孩子 但是如果你能停下来想一想 孩子为什么要凶爸妈 孩子为什么对爸妈总是用大吼大叫的 你怎么不敢去对老师啊 你如果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的话 所以我才讲 所以我才讲啊 三十分钟的直播 我认为CP值很高呢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三十分钟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观念 跟一个新的想法 让你有更多的方法去教你的孩子 让你停看听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看这个叫我们直播的价值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有妈妈讲说好难喔 捏大腿中 好 OK 所以你等一下听听看我的五个步骤嘛 那我等一下也会在LINE里面啊 就是加入天才领袖的LINE 天才领袖要收集天才领袖的LINE 因为我等下会把我今天的讲义 一个新法跟五个步骤 我在10点45的时候 我会把今天的讲义跟今天的纸版 我会放在10点45 用LINE送给你 所以你原本是有在加入的 或者是你今天新加入 你都可以找得到 有些爸妈妈说找不到我的影片 因为直播现在洗得非常非常非常快 那怎么办呢 我说OK啊 没问题 你可以到YouTube上面去免费订阅我们的教养影音 你搜寻王洪哲教养育儿宝典 跟粉专一样的名字 王洪哲教养育儿宝典 你就可以看到过去好多好多 很多集不同的直播主题 好 那明天的今天晚上的直播主题 我也会放到YouTube上面去 上面至少已经放了100部影片了吧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我们有成立YouTube 好 所以要去订阅LINE 然后要去YouTube去免费订阅 好 当孩子凶爸妈 他在想什么 我帮你们做了这个板子 导播他们有看到吗 好 有没有很清楚 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个直板 当孩子凶爸妈 他在想这个 我有情绪 我有需求 我希望你可以关心 可以了解我 好 但是 下面两个圈圈 但是 但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只能引人家的注意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只能引人家的注意 而且只能用哭闹 而且只能用哭闹引人家的注意 好 有吗 好 OK 所以这个板子很重要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在凶爸妈的时候 他想的是这个 那 我回答今天早上的一个妈妈问我的 其实是你刚好问到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 最近刚上中班 他情绪很严重 回来的时候就一直在那边发脾气 会不会跟上学这件事情有关系 已经上了一个多月了 会不会跟上学有关系 有 我告诉各位 有关系 但你不要觉得是老师教不好 不要那么挤 不要那么快的就跳到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里面去 每一个老师其实也都很用心在教 好 环境适应这件事情 还是会 会影响到孩子回家之后的情绪 所以你可以稍微记一下笔记 第一个笔记就是 环境不适应 会造成他一直在凶爸妈 一直在对爸妈发脾气 环境不适应 那有哪些是环境不适应呢 听好来 看看有没有中 看看有没有中 一种是 这个孩子可能交不到朋友 幼儿园也会发生哦 不要觉得幼儿园好像没有开始什么很厉害的社交 没有哦 孩子白天的时候没有交到朋友 可能会 会是一种环境不适应 然后会造成压力 回来的时候一直情绪发泄 第二个 我们刚才讲的 白天很压抑 白天很压抑 他没有真的玩起来 甚至他没有融合进团体游戏 他没有真的融合进团体游戏 他进去团体里面 只是乖乖的待着 或者是只是一个观察的一个角色 好再来 还有一个族群是 弟妹刚出生 有二宝 家中有二宝 你不要因为这样就不敢生哦 如果是一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在现场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小朋友 如果现场有没有弟妹刚出生的妈妈 然后再听 不过弟妹刚出生 现在妈妈应该是在忙 弟妹刚出生 或是下面有老二老三的手足的 老大呢 也可能会有不适应的现象 也有可能 回来的时候一直在讨关注 所以这是环境不适应造成 那也有另外第二种孩子 为什么会一直回来的时候 凶爸妈 给爸妈很多很多的脾气呢 第二种叫做 不会沟通 不会沟通 这种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挫折的表达 他一遇到挫折的表达 他的能力很差 他不知道怎么样讲出自己的挫败 怎么样讲出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感觉 这个叫做不会沟通 我们已经讲了两个了 刚刚第一个是 环境不适应 会造成回来对爸妈 大吼大叫啊 情绪一大堆啊 第二种就是 不会沟通 这个孩子其实自己讲出 挫折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讲出 他哪里做的不好 他想要什么的这种能力呢 其实不是很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 蛮多孩子会中的 他想要回家当老大 你可以写下来 好 这些孩子呢 想要回家当老大 什么叫回家当老大 在家里面呢 比较能指挥 在外面都不能指挥 在家里面呢 比较能控制 在外面呢 都不能控制 所以家里面跟外面呢 落差越大的 也就是说 有一些人的教养是这样 在家里面是很松的 没有什么规矩 那不过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教规矩很重要啊 坚持规矩是很重要的啦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提醒 还是有一类的家长 他的规则跟规矩是比较松的 让孩子抓不到 你的教养原则的时候 孩子就会在家里面 就觉得说在家里面好放松哦 什么事情都可以 要吃零食就吃零食 然后要看电视就看电视 东西都可以乱丢 也不用收的 结果他到学校去的时候 发现怎么规矩这么多 又要五岁 又要收玩具 又要去干嘛干嘛干嘛 好多好多的规定 所以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 想要回家来当老大 那当老大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控制 控制的时候 情绪就会特别多 情绪就会特别多 所以我讲到现在 三千八百位爸爸妈妈 有听到重点吗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三个原因 一种叫做环境不适应 一种叫做不太会沟通 或表达情绪的孩子 另外一种叫做 想要回家当老大 想要回家当老大 有可能有这三个原因 造成在外一个样 回家一个样 所以我已经先破解了 我已经先破解了 谢谢你们都把这些笔记留下来 因为有很多很多 听障的妈妈 在今天晚上 我没有办法上字幕的时候 这些听障的妈妈 会想要知道 我们在讲什么 所以有时候 请妈妈们 帮我们打一些讲义 写一些共笔 原因是因为 有一群听障的妈妈 其实就我了解 还蛮多的 真的还蛮多的 我不知道 有没有到上百这么多 可是至少都有好几十位 听障的妈妈 也很想要学教养 好 所以我谢谢你们 跟我们一起 在这个地方 然后写下你们的共笔 然后让这些在现场的 爸爸妈妈 其他的这些 听障的爸爸妈妈 能听到 好 那有妈妈现在就问说 所以家里面要严格一点 我认为不是严格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要教的教养 不是严格 而是 规矩是 条理分明 不用妈妈讲到第三遍 好 那我也不会要求各位 完全不给孩子机会 这个是我认为的严格 所以我在教小朋友的时候 我通常会给一两次的机会 然后最后一次 如果他还是讲不听的时候 我就会绕到他前面去 把他的电视关掉 我就不会再用吼的 因为我知道 在吼下去 只是气死自己而已 所以 其实 不一定是严格 好不好 妈妈们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我有看到的话 我都可以回答你们 好 所以我现在要教五步 刚刚一个心法 你有知道了吗 你要先了解 孩子是在想这个 我有情绪 我有需求 希望你关心 了解我 那为什么我有需求 因为我刚才有讲 环境不适应 不会沟通 我想要当老大 我不想要被控制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只能用哭闹 来引人家注意 好 我觉得他们都会觉得 爸妈天生就一个 好 教养五步骤 好 OK 如果有问题 你都可以cue过来 然后导播都会帮我看 好不好 好 教养五步骤 第一个 孩子对大人发脾气的时候 教养第一步是什么 你想想看你的第一步 我现在开始演练 我现在开始练习 你现在心里面就有想 你现在就想一个画面 当你的孩子的时候 你去 你很辛苦 下班 赶得要命 我这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图吗 我说 妈妈的那个生理时钟啊 就是很赶 然后呢 很忙 然后很累 就是这样啊 每一 就是从四点五点六点的时候呢 就很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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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赶快快一点 然后呢 六点七点八点九点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很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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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九点十点十一点的时候呢 你忙完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很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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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有没有这样子呢 有的话你回去回头看一下我们做的那个图 好 教养第一步 第一步 好 当孩子跟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都怎么做呢 各位爸爸妈妈 当孩子对你发脾气 而且你是下班了以后 他对你发脾气 你都怎么做呢 好 来 第一步 很难哦 第一步你就做错了 那你就错了 你后面通通都错了 你今天晚上你就收不完孩子的脾气 你要阻止自己 你要阻止自己批评跟攻击回去 你说老师啊 他都已经这么没有礼貌了 他都已经这么凶了 我刚才不是有先跟你讲吗 一个六岁前的孩子都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凶你 那更何况是你们现在的三四岁的孩子 你这样子有听懂吗 我现在最急的就是 我现在很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孩子就应该要长大成熟 应该要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我说这的确是 可是这都是一点一滴的进步 我刚才举了例子啊 五六岁的孩子都不知道 他自己是很凶的对你 他自己是没礼貌的对你 结果呢 你又把他攻击回去 所以第一步最难 你要阻止自己的批评跟攻击 好又是十千位爸爸妈妈了 你看今天晚上这个重点是不是很重要 再来第二个 再来哦 阻止自己批评跟攻击 就是要否定他的行为 譬如说他很生气的乱丢东西 你可以跟他讲说我不喜欢你丢东西 但是你不要否定孩子 你不可以跟孩子讲说我不喜欢你 这不一样哦 我不喜欢你丢东西跟我不喜欢你 一个是否定孩子 一个是否定行为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 好 那有两句话 一定NG 一定错 你那是什么态度 我写了第二遍了 上了第二次的课 六岁前的爸妈妈也要知道 你那是什么态度 这一句话太模糊了 孩子根本就听不懂 你那是什么态度 你在讲什么 我只知道你在批评我 你那是什么态度 再来 第二句话 你让我失望透了 你让我失望透了 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 这是第二个 你那是什么态度 你让我失望透了 这是第二个 这两句话 是绝对NG 所以这叫做批评话语 你第一步要先阻止你自己 这是第一步 好想想看哦 现在开始想想看 你的第一步都是什么 你自己留言下来 我现在开始我不看 我不看你的留言好了 你自己留言下来给你自己看 你自己原本的第一步 你自己原本的第一步 当孩子对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自己原本的第一步是什么 你在对照这一个板子 老师希望大家做的第一步是什么 好 好 来对照一下哦 好再来第二步 好 接下来我要开始看你的留言了哦 好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赶快问哦 四千位爸爸妈妈哦 好 教养第二步 当孩子攻击你的时候 对你发脾气的时候 对你很凶的时候 第二步 你要协助他表达 帮他讲出感受 因为孩子的EQ 还不成熟 所以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他内在的感觉 没有办法表达出 他为什么而生气 举例来讲 这两句话 你可以讲 我知道你在生气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知道你难过 我知道你觉得不公平 好 这个东西你要帮孩子讲出来 孩子才不会怒气重重 好 所以这个是 我知道你在生气 再来哦 还有一句话 更具体 我知道你为了收不完玩具 而在生气 好 很多人讲说 老师你干嘛要帮他们找台阶下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说出来 原因只有一个很简单 因为六岁以前的孩子呢 还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 还有感觉 讲得非常的完整 我再讲一次 六岁以前的孩子 还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 跟感觉 还有感受 讲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非常非常的精准 所以我们必须要帮他们表达一下下 我知道你在生气 我知道你收不完玩具 而在生气 好能干嘛 帮他讲出来能干嘛 最下面那一个 导播他们有没有看到 最下面那一行字 减少孩子在发脾气 当下的无助感 无助感 好 当一个孩子有无助感的话 他就会想要保护自己 一直攻击爸爸妈妈 一直对妈妈发脾气 所以你如果能减少他的无助感的话 其实呢 这个孩子的那个情绪 就会往下掉 就会开始收敛 但是如果你攻击回去哦 孩子的无助感是会上升的 当他无助感上升的时候 他就会更生气 因为他更保护自己 这样的逻辑 大家能听懂吗 这样的逻辑 能听懂吗 张晓婷妈妈 你的是小六跟小四 六年级跟四年级的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一集 对六年级跟四年级的 也会有效 对学龄前六岁以下的孩子 也会有效 你只要把步骤做对了 第一步做对了 第二步 接下来开始协助他表达 跟讲出感受 都会有效 好 再来第三步 第三步哦 你自己要做讲义哦 你真的要做讲义哦 李玉凤妈妈 你说教养第二步 你有帮我写 谢谢你 好来 林小姨妈妈 你说我知道你在生气 这很重要 你要协助他表达 教养第三步 好 我是来陪你想办法的 好 孩子觉得你是要来处罚我的 孩子觉得你是要来批评我的 他当然更生气啊 所以第三步是 我是来陪你想办法的 你让他觉得你是他的队友 你让他觉得你是他的队友 而不是要来批评他的 你刚才已经先减少了批评语言 我是来陪你想办法的哦 这个时候父母可以怎么说 你先哭 先哭完 不要急着说 因为当一个孩子越急的时候 他情绪就会飙到越高 所以这一句话有用 我们有试过 是有用的 你先哭完 哭完以后再说 不要急着说 因为有很多孩子急着 在那边讲 讲 然后一边哭一边急 一边哭一边急 那结果那个情绪就断不了 一维持就是三十分钟 五十分钟 然后呢六十分钟 这样子 然后搞得妈妈也真的是 哇真的是乱七八糟的 有没有这样呢 可是EQ比较好的孩子 很快可以停掉那个情绪 包括一分钟的 五分钟的 十分钟的 我觉得都还可以 都还可以 所以你先哭完 不要急着说 第二句话 你也可以用 今天的这几句话 教良语言 对你来讲 应该都会蛮有效的 因为我们有测试过 孩子很喜欢听这一类 比较中性的语言 而不是比较极端的批评语言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他犯错 然后结果我们去赞美他 或者是鼓励他 不可能 所以这些中性语言 你今天都要记下来哦 第二个就是 我都有在听你说 这就是请听的技巧 这个其实就是在 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中 的一点小小的技巧 我都有在听你说 但是我不支持你的坏行为 我并没有支持你的坏行为 但是你边哭边说 我都有在听你说 好 你先哭完 不要急着说 我都有在听你说 你做到教养第三步的时候呢 你已经及格了 你已经是个及格的父母了 因为这个时候 会让孩子开始学会冷静 会让孩子开始学会冷静 好 如果你做到前面三步 已经六十分哦 有人说 老师啊 怎么这么难 都做了三步了以后 才六十分而已 好 但是呢 最厉害的是第四步跟第五步 好 第四步跟第五步呢 其实就是开始在训练孩子的两个步骤 好 所以我就说 你一定要留到最后面 虽然这些直播 你可能会听起来很辛苦 然后觉得做起来好难 但是呢 你后面回头来看一看 看一下重播 很多爸爸妈妈照的做了以后 他的孩子的整个情绪跟EQ 都真的都变好了 第三个 当孩子对大人发鼻气的时候 教长 第四步 你要教他怎么样 正确表达他很挫折 你要教他怎么样正确的表达 他真的很挫折呢 要怎么样 第一个 帮助他正确表达哦 好 四千位爸爸妈妈 你不能退哦 你要赶快加进来 因为这第四点跟第五点呢 其实就是帮你的孩子的EQ 变成八十分跟一百分的方法 你可以哭 但是你不能打妈妈 你可以哭 但是你不能打妈妈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可以去房间生气 但是不能砸东西 但是不能砸东西 好 再来 第三个 你可以说不要 但是你不要大声吼叫 好 这三句话 你讲了以后 就是加分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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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给孩子方法 但是又给孩子规范 好 有看到吗 前面是方法 后面是规范 当然我只是举三个例子 你可以 你可以在自己 讲出更有效的语言 前面给方法 后面给规范 这样子 我们教出来的孩子 就是又有规矩 又有礼貌的孩子 你说 这样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呢 这是教养的第四步 你要教他正确的表达 这是第四步 好 再来第五步 好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10点45的时候 我讲完第五步的时候 你要赶快去加LINE 在LINE里面 官方账号里面 搜寻天才领袖 加我们的LINE 我所有的讲义 跟教养的五步骤 跟一心法 我要传给你 然后呢 影片如果你后面真的 没办法看到我们的影片的时候 到YouTube上面去订阅 王王哲教养育儿宝典 我们好几百集的影音 全部都放在那边 全部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教养第五步 最重要的加分题 从80分的EQ 变成100分的EQ 该怎么做呢 教孩子感受到 你讲这些话 真的让妈妈难过跟受伤了 好 前面教方法 教情绪 但是他很凶 他凶妈妈 他对妈妈很生气 很大声 难道他不用想到你的感受吗 需要 这一步啊 如果你家里面的小朋友 如果是大于四岁的 你就要做到第五步 如果你家里面的小朋友 是四岁以下的 你就做到第四步 因为做这一步的时候 的确需要四岁以上的能力 会比较可以 那如果你家里面是五岁的 当然可以啊 六岁当然可以 甚至你现在来看 刚才有那个小六跟小四的妈妈 小学六年级跟小四的妈妈 那一定要 这个一定要做到这一步 好 你刚刚很凶耶 我有一些难过 好 你会不会这样对孩子讲 还是你只是吼孩子回去 你吼孩子回去 孩子都没有感受的 你不要这样子教 真的 从今天开始我们教养要开始革命 我们教养要开始改变 你刚刚很凶 我有一些难过 这是一个 你说讨厌妈妈 是真的吗 前面已经先让他冷静下来了 你在问他这些同理心的语言 孩子就会开始思考 有些孩子真的 我觉得大部分孩子都是超级善良的 听到我们大人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们都会直接讲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时候你就适可而知了 你不要再加一句话 你要阻止自己讲这句话出来 说你都知道不可以 你为什么还故意 他没有故意 他是没有办法控制 他没有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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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你们觉得我很了解孩子的话 那我讲出来的东西 真的是他心里面的感受 我跟你保证 因为很多的孩子我都测试过了 我讲完了以后很多的孩子 甚至有孩子在现场都在听我直播 他们听完我直播大班的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 这些小朋友都点点头 对 老师你讲的都是我们心里面的感觉 所以当父母的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点 跟最重要的关键 我常在讲就是学习 我们要怎么样学习 跟他们沟通 了解他们心里面真正在想什么 而不是只有看到他外面的行为 结果我们就被激怒 然后弄得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生气 所以你会这样讲吗 你刚刚很凶耶 我有些难过耶 你说讨厌妈妈 是真的吗 善良的孩子会马上告诉你 等他冷静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甚至有些孩子很可爱 会回答妈妈说 刚刚那个不是我 他为了不让妈妈伤心 他会想说 刚刚对你生气的 那个不是我 对啊 那我们就会莫名其妙 那是谁 那个是谁谁谁谁 就编一个人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 这个东西才会引导孩子思考 所以引导孩子 道歉跟修正 你做了吗 今天的五步骤 跟一心法 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呢 这个五步骤 你看我们今天 今天做了这么多 然后一心法 也做了这些 我全部要在天才领袖的line里面 你加入天才领袖的line 在官方账号里面搜寻天才领袖 我等下这些东西 我就一到五全部排序 然后送给你 就送给你 然后我还会有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里面呢 其实就在稍微解释一下 我刚刚在讲了一些重点 当然你刚才如果自己有抄笔记的话 我告诉你自己就会看到你自己的动态 你不是看到我的动态 你是看到你自己的动态 我们是不是一集全部都把它破解了呢 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了 因为我已经把该讲的都已经讲完了 包括原因是什么 包括应该要怎么样做 我希望大家开始学习自己的教养顺序要改变 或许我们都有在教 可是呢 我们一个顺序不对了以后 孩子认为你在批评他 孩子认为你在攻击他 他就离你越来越远 所以这些教养直播 是不是值得大家呢 帮我们把它传送出去呢 帮助更多人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 我觉得每一次讲到情绪的议题的话 大家好像都很捧场 而且大家好像都很需要 希望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节目 然后来帮助台湾更多的家庭 好不好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